好 这个人说话怎么回事 他说好烦啊 今天B站首页全是烦发 这有什么烦的 这不是狂喜吗 你烦什么 你到底是谁的粉丝 为什么要烦呢 不喜欢了吗 爱会消失是不是 是不是 是你女朋友 登录你的 比利比利账号 然后一看 怎么还看你主播呀 好家伙 我以为他平时都在努力工作呢 单身狗哪有女朋友 终于等到这局了 你等就好 喵喵 再等 过来 你好 抱猪 昨天是小德的声势 没想到叔叔也是小德的粉丝 把关于小德的很多视频都放出来 好奇怪哦 B站给你推了很多我的视频 你嘴上说不喜欢我 大数据看破了你的小心思 我今天看那个英文 说比利比利去年亏了75亿 是真的吗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怎么会亏这么多 应该是股价亏的吧 有些说假的 有些说真的 说假的那个 你是不是叔叔的小号 所以现在铤而走险 终于还是放不下我的2000万粉丝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互联网上面的消息 有些有些真有些假 说到这里 我瞅一眼 哔哩哔哩的 哔哩哔哩是 我记得是那个 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吧 我看到虎牙 现在美国是4.9美元 斗鱼1.4美元 斗鱼怎么回事 哔哩哔哩怎么没收到 我搜一下 然后忘加咨询 哔哩哔哩US 22块6其实还可以 那比 比豆鱼好多了 有一说一 HK的也是168呢 好高 150跌下来的 是 当年 当年哔哩哔哩在这个 在美国那是叱咤风云 你看它的那个 越K线 就是一个过山车一样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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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边讲话真的很可爱 原来这次开会就是为了把发发放出来 天哪 没想到大家背后的能量这么大 我去喜瑞斯买点赎罪券吧 怎样才可以购买喜瑞斯新品文化周边呢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 并且打开淘宝APP 或者在电脑上搜索x82.淘宝.com 随后在搜索栏搜索喜瑞斯 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店铺按钮 找到喜瑞斯 虽然一般喜瑞斯都会排在第一位 但大家也千万别找错就是啦 就很逗 就是说如果说B站忽然可以发我的视频 这是为什么呢 正常人会想 不愧是拥有2000万粉丝的超级素人 一旦可以发了 就会有很多人自发的缺乏 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角度 那不正常的 魔证人的角度说 太可怕了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了 一夜之间 这么多人同时发他的视频 背后 我不好说 但水很深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不下去 这就是资本的power嘛 那如果说他喜欢的博主 平时发视频没人看 那就一定是受到了资本的打压吧 这话其实也说起来也有点伤害到他太多自媒体了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 传西兰的视频能传出去吗 你知道吗 你的网络并不安全 你现在的网络可能 非常的不安全 你现在还没有使用 巴拉巴拉巴拉 赞助商 提供的 妈 不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 你问我春节期间在干什么 我正在忙着和你妈 大家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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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们聊天 拜拜 西兰的视频除了他自己的都还在 真的 只是西兰号 没了 哦 哦 如果说有人搬我的视频回去 B站发的话 那要搬我视频的人 也得具有很强的塔学功体才行 什么可以搬 什么不可以搬 什么绝对不可以搬 但我不会说这种 绝对不可以搬的话 也不可能发 绝对不可以搬的视频 但是他们还是要 基本具备一些 辨别能力才能搬 可能搬的人会说 反正我这个号 就是个小号 搬的搬了 无所谓 搬也就搬了 BAN也就BAN了 BAN 无所谓 但是可能审核人员会想吧 就说这个要不要让它过着 但我真没说什么 对啊 就根正描红了 我找的关系解禁了 是的 你别得罪我 我后面能量 你想象不到 后台好硬的 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弹幕 到时候都会成为 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都不敢想 泡啊 This is true power 我看你们说的 都我有点懵 我昨天 昨天跟AK吃了个饭 为什么跟他吃饭呢 他是深圳的 然后跑来上海修电脑 帮王校长修电脑 当然他不是说修电脑 只是我把它粗暴地翻译成修电脑 实际上他是跑到上海来帮校长升级服务器 然后顺便掐个饭 所以AK才是那个超级有能量的人吗 好厉害哦 是谁帮我走动了一下 是校长吗 可是校长自己的号都没了呀 这个可以做的吗 可能还是 我背后的能量太大了吧 太阴吹丝丁了 校长说 但我帮你还是没问题 刚好到上海来帮校长 把服务器再升级一下 然后还推销了一些东西 我说推销了啥呀 是你那个三星的 三星的110万的 最新款的电脑 那个电视机吗 他给我介绍了半天那个电视机 我说嗯 这个电视机确实不错 最新的技术 好得不得了 你这个价格去掉一个零 我必买 好吧 我买爆 他说哎没意思 我觉得那个三星的100寸的电视机 现在买110万 10万块钱 我觉得我可以出手 他也不用太担心销量的问题 叫什么microLED micro 反正microLED吧 反正就最爱呀 反正就是那种 最新款的技术了 100寸的 要110万 买一台电视 送一台特斯拉 110 10万尺厨师打扰了 不是他不好 是我不够 不够好 是我的问题 他没有问题 我说校长买这个吗 他说应该会买 其实大家有一次说 哔哩哔哩现在有很多我的视频 可是A站一直都有我的视频 这样说下来是不是有点心酸 怎么没有人关注AC放呢 他一直都有我的视频 AC放说 Hi AC放一直都有啊 Look at me AC放说 AC放是什么 Hi 这个老年人还装 我没有我的正式账号 我本来就没有在那边有正式账号 我本来就没有 我以前在A站B站都没有 都是说自己发视频 我只在斗鱼啊 或者说微博有账号 A站B站都没有自己发过 抖音我也没有自己发过 我太懒了 在这里发 发点视频都伤透我的脑细胞 那时候不流行自己发视频 对 那时候都是 就是很多 很多录像师傅 就是叫录像师傅 视频师傅在发 每次我直播完了 就会有人提一些很惊悚的话题 什么三天两夜之后 发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怎么就起那种很夸张的标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